其实我们的工作说到底是什么 是read people 读人 还是买点房子 一砖一瓦 看着比较踏实 我跟你说它就是仇富 你那车太好了 这个餐厅是被米其林推荐过的 我觉得闷声发达的菜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 绝大部分的狗血声音都不能说 刚刚吃了你的繁华套餐 我真的是意犹未尽 我最喜欢的是排骨年糕 除了这两个菜还有什么 我感觉今天好像你少请 我吃两道菜 我们这个繁华套餐 是和上海和平饭店现在的双人套餐 比较类似的 因为英国的食材和国内的食材 有点区别 从它的菜品上面稍微改了一下 我们有松鼠鱼 你刚才吃到的 因为正好也是过年 年年有鱼 鱼是不能少的 还有一个就是大白菜 海参酸辣汤 海参我没有吃到 你下次要请我吃的 太贵了呀 小气吧资本家 最贵的一道菜藏起来了 这个排骨年糕 你那天问我说 年糕特别好吃 因为其实排骨年糕 它是一个很普通的菜 所以这个年糕我们是亲自自己打的 汁也是自己打的 大概汁水的话调过五六次 就是一直在那调 调到我小时候在上海吃的那个味道 而且我们这个是不单卖 为什么呢 楼下厨房也做不过来 那个排骨是特别嫩的 很充实 然后年糕特别糯 到了初中以后不就搬到人民广场那里去住了吗 所以离那个黄河路特别近 黄河路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吗 这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绝对是花了种子打造的 那天跟我爸妈在聊天 我爸就说了 你看我追你妈妈 跟外公吃饭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制正院那家店 就黄河路进去的那家饭店 你知道吗 可有名了 看来我们白总不仅是创一代还是富二代 富二代肯定是贪不上的 不是跟你说吗 风口没踏上吗 我爸没让我妈买认勾证吗 买了之后你这个钱也是要亏掉的 你信不信 你想那么好 每个都被你踩上 然后1997 1997股债你就全部输掉了 还是买点房子 一砖一瓦 看着比较踏实点我觉得 不停的买房 不停的去积累 我觉得买房对于我们 更加多的是一个强制储蓄 先付个首付 然后要给7款了 然后这个对吧 你这个东西不要乱买了 什么表什么不要去买了 那肯定是说你吧 Lisa 不过我去年冬天 我就什么都没买 为什么呢 第一我是发现 我家的衣橱装不下了 我觉得我想要把我这个房子 upgrade一下 然后 要换房子 要换房 再往里面装 不然就认认得装不下了 石库门是个米其林餐厅吗 我们是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餐厅是被米其林推荐过的 中餐其实做米其林是很困难的 因为中餐里面的工序要比西餐相对复杂一些 然后它对整体的用餐的环境 服务人员的整体要求是很高的 口感和味道 对所以他们当时就直接写在他们网站上了 我们家是这个他们家的推荐 因为你知道我是不太会做饭的 是瞎说每次去你家饭 我觉得你家这个就水果都比我家香 说真的真的 那个时候好像还是疫情的时候 2021年所有的店都关门 然后我就哎呦 我好想吃那个小笼包和那个烤鸭 车子旁边一停 然后进来砰砰砰敲门 有没有烤鸭和那个小笼包 你们那时候厨房应该人不多 等了大概30分钟 终于吃到 我觉得是人生当中最好吃的小笼包 皮又薄 然后汁又多 然后非常非常香 我现在这个还是一有未尽 哎呀从疫情中也算走过来了 当时这个餐厅是不可以营业的 只能外卖 对 所以英国还是没有把我们封杀死 在疫情期间的确是也是 把吃饭的问题还是解决了 我觉得 我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在疫情期间打出去的 在华人圈子里面 我们做起了团购 团购就这么做起来了 现在也就恢复了 我们堂尺也就开了 很多菜呢 就是要到店里来吃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你就像那个保总 真的吃货懂的 人家为什么不去那里吃汗山珍汗味 要到厨房旁边守着吃一个干潮牛河 吃的是那个锅器你知道吧 就瞬间出来的那个味道 我是去年开车的时候 弄手机也是被警察抓到两次 不过还是非常幸运的 警察就把我教育了一下 第一次是有一个警察他非常轻微的 他从我旁边开过去 然后他看见我在弄手机 我是proper的在发短信 然后他就这样 嗯 就这样very gently 好 没事 好 第二天 我又碰到另外一个警察 我又在弄手机 然后另外一个警察 从这一次开过来 开过来之后 他逼 他名警笛了 很吓人的 我想 我想我要死了 这人不会把手铐拿出来吧 后来他手铐没有拿出来 他开到我旁边 他又说 把你的车窗摇下来 然后我就摇 不是这样摇 有个按键 下来之后 我当时我已经是吓哭了快 然后他就说 你在开车的时候 不能用你的手机 他有扩音器的你知道吗 然后就搞的 不仅是这个我很紧张 而且搞的很难看的 大家都在看 这个小姑娘干嘛呢 对吧 他说 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不能玩手机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 说你的车上有那么大一块屏幕 为什么还要弄你的手机呢 看你的这个警察就很好的 至少他给你一次机会吧 提醒你一下 我跟你说 他就是仇富 你那车太好了 我觉得闷声发大财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 所以要低调 要低调 对的 太倒霉了 你遇到过什么狗血的事情 太多了 就是 但有些狗血事情可以说 有些狗血事情不能说 绝大部分的狗血事情都不能说 就不太能说 比方说我们做生意的过程当中 哎呀太多了 这个每天这个血淋淋的 其实我们的工作说到底是什么 是read people 独人 还有朋友跟我打探 来的 哎丽莎你是怎么做你客人的背景调查的 我说有什么好做的了 他上来我跟他聊几句 我就清楚了 对就知道他的预算在什么范围 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下手 他这次能不能下手 这我们就清楚了嘛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狗人 然后我们也是和钱这一块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打很多交道的 所以你也知道这个一旦有这个钱的介入 就会有很多狗血的事情发生 我问你个问题 就是你长得那么好看 上海小女人的 其实一开始我在看片的时候 你知道吧 当我们两个人在聊天 如果用上海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跟那个汪小姐特别像 就是这样子 而且又长得好看你知道吧 那你就是在这个卖房的这个过程中间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心思不在这个上面的 有的呀 肯定有的了 那绝大部分客人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接触的客人都是非常高端 而且也是很高知的 没有人直接提出来 我就要你这个人 不然我这张单不给你做了 我说这张单我不做了呀 我劝你这张单啊 我神经病啊 我在整个行业都是出名的 我一直到生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 我还在带人看房 这个是事实 都听说了 然后我还上工地 我上了一次工地 我第一次我开发生不知道我怀疑 第二次我又去了 开发生说 那个我们老板说了 不让你上去了 大钱一定不在你计划中的 你没有办法去计划的 它是瞬间来的 这个运势来了的时候 你要做好足够的准备 我不管是做哪个行业的 就是我们是点滴累积的 这个是挣的是平均的钱 就是你有发展的 你有规划的 但是意外来的这个东西 你也要有这个能力接得住的 所以你是接住了 那今天谢谢白总的时间啊 然后也是谢谢白总 到访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白总的繁华套餐 非常好吃 大家一定要过来吃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 下次一定请你喝海参 不要忘记啊 很重要啊 那今天是这样啦 拜拜 拜拜 来和英国撒黑您 耳朵关注哦 有道理称 小伙计划